会谈期间,董军部长在台湾问题上表达中方的坚定立场 对美方向赖清德就职表示祝贺 并派出代表团参加去就职仪式 他表示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 外部势力无权干涉 美方做法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严重违背其所做的承诺 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 中方坚决反对 我们敦促美方切实纠正错误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不以任何方式乙武诸多